今期涼单出了,325,350也不到 今个月,整个月,7000元也不到 不事未宜,但价格多 半职,不能要求那么多 我认为这半个月是最少的 有一次试过350,有一次试过550 他们计算过,可能比较多了 5千多元 现在又缩了,缩了325 未来两个星期呢 今个星期有20个小时,下个星期有11个小时 份量可能会多一点 不,好像差不多 多一点 但我认为未必可能 6000 7000 Youtube方面的收入 其实是跌了 比上个月 公式调整了 之前两个月的数据是可以的 最主要是可能受到 我找到工作 第一个月,大家也想知道是什么 观看都可以的 今个月受到经理的带动 虽然跌了,但仍然有少少后径 观看有少少后径 当然,经理事件一定有年代的关系 年代我现在是少了 我要重新调整 心态 原来这份part time 我现在要摸清底部 首先我要在这份工作里面 其实我最主要这个月在做什么呢 就是在这份工作里面 当我熟悉了所有过程之后 我是在了解它的生态环境 它的生态环境 我能够做些什么 不能够做些什么 哪些是经理,哪些不是经理 我是要搞清楚这些事情 我大概都不明白 那个结构是怎样的 反正我是part time 我又不需要明白所有的事情 你full time 你就要知道那个生态 知道你的定位 我们的part time 应该是那些食物的最底层 底层之中 我是偏排做厨房 或者是前线的 有时有些低能位 会让我做的 一些简单低能位 会让我做的 亦有时给一些很辛苦的事情 我做的 很厌糊的事情 也都会让我做 洗事所有不用我做的 暂时的定位是这样的 他们似乎有个position 给你的 隐藏 他不会说得太确实 例如有几个位置 我是做不到的 比如 他那些 他那些前面 最前线 就是餐厅的那些位置 可能抹桌的那些也不用我做的 洗厕所的那些也不用我做的 那些位置应该是给一些部份人士去做的 什么人就不知道的 他只是派的 那些位置应该接触不到的 暂时来说 不要紧要啦 那些位置才有的 因为感觉上是有很多废位的 感觉上是 他请我兼职 一定是很忙的时候才要我 不忙的时候就不要我 我理解到这两个月来 我的定位或者做法是怎样的 那现在再计算吧 就是我现在 YouTube那边当然是不稳定的 仍然是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稳定的 就是你说他不稳定 但是他由我 19年之后其实都是很稳定的 然后才偽然做YouTuber 当然现在不可以拿那够钱来做YouTuber 因为真的不足够 但是也很稳定的 有条数目 多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保持着看 绝对是帮到我的 你们的视频是直接转化为金钱 可以帮到我的 如果你又不想放金 看吧 看完整个series的八集 现在 在英国 收支我不可以说自己不平衡 有份part time 顶住 我最多找不到 你的预算 每年的预算 就很稳定的 每年的预算 就很稳定的 你想突然之间 想去一转欧洲旅行 那就可能稳定的 就不稳定了 因为你还要预留一些钱 去搞装修 投云新兴 或者是家庭 最主要是投云新兴 都不用钱 免费 很多东西 但是你家庭的装修 很多东西 这些都是要你预留一筆的 我自己也是稳定的 我自己也是稳定的 都会 盡量都存起 直到自己有一个很稳定的interest 我现在都在搞一些收息的问题 盡量都存大旧息 我有想过的 其实呢 这些兼职 他一个星期 给了两天我做 其实都做得过 我不辛苦了 我摸为身 一天 取消完 我看了一天 那个星期就是这样 看了一天 然后再取消一天 他就收工 他就轻松的 拍拍拖就走人了 又没有责任的 钱是赚少了 但是你没有责任的 这几天想通了 有点会觉得 是应该出事了 会觉得 可能我多心 被人列为不受欢迎 为什么这么想呢 因为呢 因为自己始终都是新移民 英文上的沟通 真的有点问题 有时听不明白 没有他们的地位 那么顺畅 那么smooth 他们请那么多新人回来 那你有比较的 是不是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有比较就有伤害 那你是差一截就差一截 第一 不值得培训 或者放那么多时间 放在我那里 但我是真的做的 因为 我都无路可走 其一 所以另外就是 他公司很喜欢搞那些 叫做最受欢迎员工 这样的 贴上照片 很有趣的 一定不是我们这些做到 因为要存职先 我想基本上 或者中数比较多 那些人才做到 那他有最受欢迎 那是不是暗藏有个 list 就是 不受欢迎呢 所以这个想法是这样的 不是说 真的不喜欢我 或者不用我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 如果相对 他有这么多人选择之下 就排到最尾 总之有辛苦的位置 就给这个人吧 总之 都习惯了 一个星期就一定有一天 好像没试过有两天 会做一些 搬重事 他只是给你做 然后就是 那些前线 或者是 一天登,一天天晚上 这样 如果你让我选择 我就选择夜晚的 收夜晚的 比方向 更好 因为 抽的东西真的很重 只是抽半小時,只是很短,很快抽完 但你真的覺得很重,你的腰力真的要用 因為我現在不是經常抽東西 所以暫時沒有勞損的問題,但真的會覺得累 因為人變大了 所以為什麼我要放棄? 當然我有少少後悔,創那份 因為你會預知到過多兩個月都會炒你的 我做了11月,然後12月,1月 他會炒你的 但你賺到兩個月的錢,放在銀行上都會開心很多 然後再出來找工作,3月找工作 我可能的結局也是一樣 但起碼你有多兩個月的墊底肺 墊住你的生活 因為那時候我的病都很嚴重 真的捱不到 但是做錯的那份,我仍然不會後悔說退休了 只不過是如果可以的話,可以捱到兩個月 因為事實上他的流程 很多事實上是比較容易 他工作上是比較容易 工廠是單調的 學不到工作是單調的 但是賺錢比較多 起碼是多很多 我當時每個星期都出了三個月 我忘記了三個月 我忘記了三千多人 我忘記了幾千 接近四千元 一個星期有差不多四千元 現在應該跌不到四千元 現在是兩個月才找到四千元 四千元都不到三千元都不到 差不多 當然辛苦的感覺就少很多很多 嚴格地說就不可以說辛苦了 現在這個狀態 因為有得休息 他辛苦的日子真的不多 如果他前線就不辛苦 不可以說辛苦 他忙而已,急而已 所以這份兼職的確是幫助我 注入了一些新的資金來源 但是如果你說很長期 靠他又真的 不是說不行 但是有點危險 是時候就想Pan B 有些朋友說想Pan B Pan B就有趣 今次就有些不同 即是以前做倉 Pan B就要退去找你一份工作 現在是不需要的 即是你可以保持Pan A 接著就想Pan B Pan B是什麼呢 還未想到 會不會好像 我以前的舊同事 那樣 買一輛車子 送給阿波呢 會不會是一個出路呢 還是有另一個出路呢 找你一份Part Time 都是用Part Time做一個想法或者方向 不會想全職 因為我現在做開Part Time 變化也有少少不同 真的 你上班的時候很緊張 很忙、很緊張 很多工作做 但是 忙完之後真的與你無關 公司的工作 你又不用擔大旗 你又不用管很多人事上的問題 會不會說 你回到去 所以 可能很多那些 都會這樣 如果你全職的話 是會有 Config 更多的Config 因為他公司很小 然後又人很多 一定是會有一些 互相的 怎麼說好呢 為什麼你會做到那個位置這麼順 我為什麼做不到呢 可能會有這些 可能會有這些 心態 可能會有 但是我們這些 兼職就沒有 有這個好處 那不好處當然 看到了 賺錢少 你多少都想賺 多一點點 其實 我的標準 我自己覺得是 看到400磅 我就可以了 基本上 半個月看到400磅 我就可以了 現在就沒有看到 隨時都是350 350 兩個350加起來 7K左右 7千元港幣 遲些可能7K都不到 未到我心目中的標準 不過 一定過得到活的 你拿著六七千元 因為我花費都是多於五千元 我自己省一點 花費都是五千元左右 如果再 買些東西 都是六千元左右 因為沒什麼買 在這邊的生活民族 就會低了很多 或者這樣說 其實兩邊都在過低蜜肉的生活 始終一個人 依然是你 不會改變的 你低蜜肉就低蜜肉 你在香港低蜜肉 這裡也會低蜜肉 如果你在香港高蜜肉 這裡也會高蜜肉 很簡單 很簡單 如果你在那邊高蜜肉 然後你就會說 拍到連車也沒有 不行 不可以 生活過不了 我在香港連車也沒有 怎麼會有車呢 是沒有問題的 那 哇 拍到不去日本旅行 不行啊 我會死 那我一向都沒有去開 去過一次這麼多 還要是功能性地去 那時候去拿獎 真的很厲害 日本人給我獎 這樣而去 那時候 沒有必要 我就不去 很多時候 我去親旅行 都是 命運逼我才會去 今次 這麼燙的 移民之旅 不是一個女兒 是一個定居 就是一個移民 都是命運逼我才這樣做 不逼我去埋身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因為低蜜欲 低蜜欲 低蜜欲的人就是這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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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說 生活中 很多事情都很大 但是 一定是 那個地位 一定是 你會覺得 比香港低很多 就是 你會覺得 好像 再 沒有那種光芒 人到中年 沒有那種光芒 工作上 你不可以說 有什麼光芒 但這樣說 又是很短時間 你又發什麼光呢 隨便做完就算了 就是 你也都 勇闖不了什麼高峰 就是不會有另一個 peak 給你 攀上去 但這樣說 如果 如果你有幾份 part time 握手的話 我現在有一份 加一份 youtube 再加一份 的話 三隻腳 加上 interest 這樣 可能出奇地 可能會殺出一片天 可能 現在 youtube 都不穩定 真的不穩定 這份 又是 我現在 約摸 是6-8 6-8千元 你能力的錢 這個範圍就是這樣 9都拿不到 9千元 都拿不到 6-8千元 那我現在預算 希望不會低到4千元 就是 夠膽死 一個星期 給我10小時 做 又要我回兩天 然後 我不知道 我不肯定 最糟糕的條件 就是 他未來真的 一個星期給我兩天 就11小時左右 那我賺多少呢 找5千元 就是5千至8千元 這個我不想看到5千元 我希望保持到6千元 不要再低過6千元 5-8 這樣 6-8 這樣 那我自己 有個數字 找多找少 找多些 那個月就吃好些 找少些 那就再想一下 希望youtube有幫助 然後 我現在 計劃B 就想第三個 第三份 part time 我有一個副台 打機頻道 那裡可能會將他 因為 又是沒有搞了一段時間 跟我的後花語一樣 沒有搞了一段時間 可能 又再想一想 很多路徑都可以想 人生不是一條路 我覺得 反而這些part time 生活是對的 雖然是 雖然是有一些心情 但又是這樣 跟我以前做倉的心情 是有少少不同 首先 我覺得這份工作的心情 也很強 突然間說你沒用 然後叫你早走 但我現在習慣了 開始習慣了 他一定叫我早走 我的鐘有關 這個月又找少了 今次時間有少了 因為每個星期 找少。就不見一百磅 不見一百磅 不是十磅 只是一百磅 不見一千元 這樣讓經理講一講 走就不見了 我已經開始習慣了 第一件事就習慣了 你沒有辦法 你改變不到這個命運 他叫你早走,不是你可以控制 所以我第一件事要去適應這件事 也沒辦法 其次,始終自己反而很適合這個模式 因為他不太需要你,我只需要幾千元拿回家 我又不太需要他,他又不太需要我 職約來的關係,暫時來說也不適合我 他的心情是強,也不弱 只是那一集,你看到一百集,我都會生氣 你也知道 這些事我也要適應 這些苦情也要適應 一下子而已 過了之後,轉化為金錢 回復給我 這些苦情的回憎 當你在現實上受到什麼苦情 在YouTube上哭一下,就會有回憎 立即有錢的回憎 做YouTuber的好處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 你說我滿不滿意現在的情況 出奇地,今天好天 陽光普照,我又滿意 突然之間又滿意 雖然我意思就是說 在這份工作裡有苦情 但他價格多,令我得到平衡 我又可以做到自己的事 例如這兩天這樣,我又收拾了一個核花園 收拾了一點點,看今天會不會再收拾 今天好天再收拾 今天可以買菜 買菜,可以直播,待會做一個直播 我可以做到很多自己的事 那時候我記得我翻倉 其實原來應該是我已經找得最多的 那個日子 因為我移民那時候 移民那時候也找得多 移民那一刻,很多人課金 然後有一段時間就少了 現在也少了 然後就找工作做 你座底也有15000元 放在一個月裡 然後再加Youtube Youtube又有一塊錢 那塊錢 我忘記了,也不差 因為那時候也有些人很好奇 我做倉,做什麼 那又有一塊錢 所以那時候也能儲存一下 那時候也不差 沒有做倉那一陣子 賺得這麼多 但是人就輕鬆了 你財多就會生子弱 又真的真的 你又捱不住 所以有時候 人到中年你會覺得自己 知道自己的限制 有些事情你真的做不到 接受不到 那塊錢不是你賺的 你會知道的 當然我也很期望 有一天在英國找到一份純工 一天不需要多 一天一千元 簡簡單單的 就拿了一千元 那就非常好 在幻想中 有一份純工等著我 又回兼職 每星期回兩天 每天一千元 都不差 一個很理想的想法 如果一天一千元 你一個月賺八千元 然後加上其他東西 就不差了 都會有些期盼 夢想 未到 不要緊 可以慢慢去追 當然移民還有很多 一些 藍藍種種的事情 要我自己處理 去面對 我這幾天都要處理 很多東西 移民有很多細節 那裡又到期 那裡又到期 很多東西都要付錢 或者續期 之類的 接下來 要準備一個考試 即是英文試 但 你看到 做了這份兼職 之後 做了這份兼職 之後 起碼 我多了一個方向 起碼 我現在的開支 不需要太擔憂 突然之間 YouTube 你知道要玩 會 設定到公式很低 我試過 大概是二月三月 低得可憐 那個收益 他也有點傻 但低得可憐 已經覺得 受不了 現在 突然之間 YouTube 跟我說 完全找不到 好吃的 OK的 有份兼職 我應該 不敗之地 還能生活 加上 你們看一看 我的影片 課金 都很殘忍 現在 我反而要想多 一份兼職 現在可能 一個新的方向 遲些和大家討論 說到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